新鲜资讯尽在今日在线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浏览一下最新的资讯看点 8月7日 药六健康科技在杭州湾信息小镇举办了一场 以可以喝的面膜让肌肤休息一下为主题的 2019药六新品见面会 据了解药六健康科技举办此次新品会 是为了让忙碌在工作中的群体 可以有一个释放压力的机会 清空所有的烦恼 同时把积压的负能量一扫而空 现场药六健康科技品牌总顾问小锤女士 为在场的嘉宾解读了药六健康科技 此次推出的新品面膜 米胚芽发酵生物面膜的理念和市场优势 据悉药六健康科技一直秉持着做健康产品的决心 从吃到用首次突破了食品行业 向美妆行业的进军 而该款面膜则采取了生物发酵技术 不仅可以改善人们的皮肤 更是提升了人们对健康的一种追求 活动中药六健康科技执行副总裁王若萱还表示 我们希望这款面膜不仅是改善肌肤问题 更是希望能激发大家对健康的追求